新一代SRT超级虚拟轨道列车 可全世界欣赏沿途风光的雪山旅列驰轨列车 12月9日 正在湖南诸州举行的 2023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上 让人眼花缭乱的新式轨道列车 直接开到现场 展示未来轨道交通发展方向 在各色首次亮相的轨道交通装备中 一列双车头圆形大视窗的两节虚拟轨道车 以其独特造型引来不少目光 据悉 这辆名为3.0版本的SRT超级虚拟轨道列车 是本届博览会室外展区的一大特色 它将穿梭在不同展馆之间 供观众现场搭乘体验 智能绿色是轨道交通发展的方向 这款车恰恰具有这些特点 智能在哪里呢 通过图像识别 加别动地位感知地面虚拟轨道 可实现全自动驾驶 灵活在哪里呢 首次商业应用全能电区转向系统 相比全通液压系统 具有秒灵后响性快等优势 最下转换半径15米 可联合的穿梭于城市道路上 SRT列车设计制造方 中国中车租基公司创新研究部 系统研发主管李春明介绍 3.0版SRT列车 是一款融合了轨道交通 与道路交通优势技术的动车 智能灵活低碳舒适是它的关键词 在用高能量的电池 通过快充技术充电10分钟 能跑25公里 展会另一条特别轨道上 停放的一列内饰豪华的雪山履列 也是本届轨博会的特色之一 不同于普通油轨列车 雪山履列还多了一条池轨 是一款专门运用于登山铁路的 新型轨道交通池轨列车 中国中车租基公司 池轨列车总体设计师陈振介绍 池轨列车创新采用了 池轨加轮轨双制式的牵引模式 在轮轨段最高运气速度 可达120公里每小时 在池轨段最高运气速度 可达40公里每小时 借助齿轮齿条的咬合力稳步行进 最高可在千分之480的坡道上安全行驶 哥伦比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商务参赞奥斯卡表示 轨道交通正在向绿色可持续转型 此次诸州之行 他看到了许多引领未来的产品 他也在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 邀请中国企业参与该国轨道交通系统发展 The trains are never late The seats are very comfortable And as well you can enjoy a very beautiful scenery While you travel by train So I think this industry will have more and more users